吴尼拉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9号的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一开始呢 带你来看到政党立法院全力推动国会改革之际 华联现议会无党籍多位议员上午是召开了国会要改革 华联要跟上推动藐视议会罪的记者会 那么总招杨华美更是在质询的时候 希望徐正位签名直指 徐正位仅回答尊重议会并未签名 欢迎现议员无党联盟多位议员召开记者会国会改革 华联要跟上 然后表示这是国会改革修法大力推动者 就是承认县长 现在也是华联区立委的副坤起 华联地方的民意代表 他认为国会要进步地方也不能落后 华联新议会这么多年以来 长期被县府首长用一样的方式对干 刚刚所说的官员因出席未出席 反质询说谎拒绝提供资料 隐匿资讯 几乎每一次议会开议都会上映 那举几个例子 花联近几年发生许多天灾人祸 那0206的地震是2018年 0402泰鲁阁出轨是2021年 凤十岁的争议从2016年开始调涨 一直到2024年的败数确议 以及今年的0403地震 特别是在去年2月临时会的时候 我们就是因为有很多的重大县内的案件 希望邀请县长副县长到议会经营说明 但是遭拒 直到今年在议会的强烈要求下 副县长才在第二次定期会的二三读 一早出席致辞了几分钟 但马上他就说选委会有事情 然后就离开了 那就是要三请四请才会出席 然后没有诚意跟议会沟通 那我想请问这样算不算是藐视议会 那再来一样是第二次定期会 当时大家对于议员建议款使用情况 感到不满 许多议员都要求民政处提供建议款的民信 但当时民政处长一直在打迷糊仗 还要等到饶秘书长出来承诺 才愿意提供民信 傅宽吉总招 身为国会改革法案的提案人 但他同时也是花莲县的前县长 过去刘晓梅议员在咨询副县长的时候 副县长是用何等的态度和方式来羞辱议员 掌握行政权的时候就要议会晋升 现在掌握立法权又要扩张自己的权力 那我想副历委副县长 到底他提出的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到底适不适当 是不是真心的 我想就留给社会大众去评论 杨晓梅表示建立友善扶贵关系 拒绝续续为陈述 需要藐视议会友善的扶贵关系 仰赖完整正确的资讯交流 就事论事的议题讨论 该处置官员应该出答应答 才能够让监督完整 记得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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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